卡玛拉·哈里斯从只是美国100名参议员之一 到现在成为副总统 主持整个参议院 在民主党赢得佐治亚州在参议院的两席决选胜利之后 还掌握打破表决平手的一票 终结了共和党对美国参议院六年来的掌控 由于聚于多数 民主党人可完成一些工作 但由于美国参议院由来已久的规定 立法能成功多少还很难说 规定之一是拖延意识 这个规定的目的是允许少数参议员通过持续辩论 来阻止就某个问题进行表决 参议院规定需要五分之三 也就是六十位参议员投票才能终止辩论 也就是说需要十位共和党人和全部五十名民主党参议员取得共识 才能举行一个让拜登总统的大部分议程得以立法的表决 议程首先是将近两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金 不过也有一些规定 可让拜登和民主党人避开拖延意识 有一则叫做和解 这是一个显为人知的程序 只要涉及预算问题 就可以避开拖延意识进行立法 例如增税或减税 以及改变政府支出的优先顺序 表决通过和解法案只需要简单多数 但每个预算周期只能使用一次 而且这会排挤掉拜登总统的一些关键目标 例如通过新的投票权力法案和移民改革 在一个分裂的参议院能完成什么 因采取务实态度 同时着眼于下一次选举 拜登游走于参议院 这些规定之间达36年 如今他要如何拿捏分寸 将考验他担任总统的成败 美国之音记者雷迪什华盛顿报道